作为身在他乡的天津人 家可以不想 但是煎饼果子不能不想呀 那在一个普通的美国超市 能买到材料做套煎饼果子吗 哼 我试试看吧 煎饼果子得有煎饼 我们需要绿豆面 倒霉孩子 美国哪来绿豆面啊 煎饼上要撒葱花 芝麻 饼有了我们要摊鸡蛋 刷饼皮需要甜面酱 这倒霉孩子 哪来面酱呀 哼 辣酱总该有了吧 这个辣酱在美国还挺常见的 瓶子又粗又大 很耐吃 冰里要加油条 没油条 培 培根也是脆的 有培根配个火腿肠也不错 科普 美国超市不卖像火腿肠一样的 即食肉肠 你们看真的美啊 你能找到的最好替代品是罐头肠 或者午餐肉 这真的是离煎饼果子越来越远了 唉 好想吃零食啊 银 您把背包也满 银 哼 采购完了 回家探煎饼啦 用内力 把小葱切成末 罐头肠震断 不粘锅直接放培根 中火煎脆 煎出来的油 滤出来一会儿煎饼啊 煎好的培根真的跟果壁差不多呢 科普果壁而先进化 煎饼果子里 加个那个油炸的脆碎的朵朵的灯笼 准备好材料 我们来和面 面粉里面加水 搅拌到没有颗粒 磨镜磨镜 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哼 你没拍马屁我就不会吃你了 找一个平底大锅 用厨房纸沾培根油 抹匀锅底 捞一层面糊 用铲子抵在锅上 转一圈锅 摊成饼 不圆没有关系 我们还有鸡蛋 用鸡蛋填补饼 不圆的地方 撒葱花 芝麻 小心地翻面 刷美乃滋 铺上生菜 培根 罐头肠 淋上辣酱 然后 你那好有不正宗的煎饼果子 已经上线 据说装备烘培纸和草生 逼格可以加99999哦 嗯 这跟煎饼果子 完全不是一个味儿啊 但是会强好吃 不信你吃吃看呀 虽然现在做不到 每个人都回复 但是你们的留言 我都有看哦 上期视频留言的 以下几名同学 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地狱点公爵 小朋友说 被做饭耽误的鬼畜up主 居然有180个人点赞 你们到底肿吗 我鬼畜吗 我哪里鬼畜了 花雨 洛西岩 小朋友说 想减肥还不容易吗 吃一个星期泡面 保证你瘦得跟猪肝似的 哈 吃泡面减肥 确定我不会变成防腐剂吗 招募行歌 小朋友说 看过之后 谁还想当芋头小姐姐室友了 滑稽笑 对于这样的留言 我只能表示 现在还想当我室友的宝宝 请弹幕告诉他好吗 诶 不会没弹幕吧 哼 一个人住也挺好的 哼 回来 我 反正背后 我 我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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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